白娘子赵雅芝在娱乐圈一直有一个封号,叫做不老女神,别看她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,但她依旧美丽优扬,而且赵雅芝的那种优扬,是由那个外散发出来的。 不过今天我们不说赵雅芝的作品,也不说赵雅芝现在的幸福生活,我们来说一说赵雅芝的过去。 众所周知,赵雅芝在遇到现任丈夫黄姐生之前,还曾有过一个前夫,名叫黄汉伟,黄汉伟是一个医生,当年赵雅芝与他结婚时,赵雅芝还没有正式出名, 所以也算过了几年简单幸福的日子,还在婚后生下了两个帅气的儿子。 可后来随着赵雅芝的出名,于乐圈关于赵雅芝的飞蛮越来越多,难以忍受的黄汉伟,据说还因此家报了赵雅芝,最后两人不得不离婚,甚至为了两个儿子抚养权的问题,闹上了法庭。 那时的黄汉伟直言赵雅芝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,她背叛了家庭,背叛了婚姻,不过在房间,关于赵雅芝与前夫离婚的传闻。 还有一个版本,有消息称,黄汉伟当年迎娶赵雅芝的时候,并不喜欢赵雅芝,只是为了遵从母亲的意思。 后来之所以会和赵雅芝生活那么多年,也是看在两个儿子的面上罢了。 虽然这个传闻可信度很低,但喜欢赵雅芝的朋友都认为,黄汉伟就是个心术不正的人。 哪怕她身家过异,如今女神赵雅芝已经有了新的生活,现任丈夫黄锦生将六十多岁,得她储成了十八岁少女。 而黄汉伟在与赵雅芝离婚后,网上再也没了她的消息,最后还是希望两人都各自安好吧,毕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。 。 。